大家好,爱吃一带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此前韩啸周、赵云成、车太炫一起同台上节目 偶然成为社长三 在节目录制之前,韩啸周专程赶来美国进行录制 车太炫和赵云成赶来迎接 大家在录制之前先到早茶餐厅吃饭 车太炫刚到位子上就炫耀由粉丝认出自己 最后员工是当面来向车太炫表达喜爱之情 旁边的赵云成默默的盯着 还有一副笑声心的表情 实在是太萌了 车太炫还调侃地问道 不好意思,比起赵云成更喜欢我吗 没想到粉丝毫不忧意说道 是的,你最棒 听到这儿车太炫赶忙开始收拾一容 了解头发 而旁边的赵云成确实是一脸苦笑 韩啸周看到之后 一脸好笑地拍了拍失落的银成欧巴 太好笑了 这三个人关系这么疏络 是因为合作了近期热门的韩剧《魔影异能》 在这部剧在近期引起了很大的热议 不过在这部剧中有许多隐藏故事 引起观众的注意 一能有趣却无用的十个TMI相关的文章 更是在各大网络社群传播中 文章内赵云成、韩啸周、柳成龙、柳成范 以及吃太炫等主要演员大多都有提到 首先提到的是演员赵云成 原作漫画家江草在赵云成选决确定后 特地为了赵云成加入台词《长得真帅》 而李振和被选为金风戏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能吃得很快 另外一个有趣的部分是李振和为了角色 增重30公斤并维持一年 实验李强勋的金杜勋 则是为了角色维持了一年的6%体质 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很可怜 另外也提到了演员们的年纪 扮演高中生冯基修的申宰辉 实际上是1994年出生 今年已经30岁 而闪电侠车态炫经常受到前司机 李东勇的帮助 两人因聚众角色常被人认为年纪差距很大 可是实际上1976年生的车态炫 却是大李东勇三岁的哥哥 还有剧中饰演母子的韩孝舟 以及李振和实际相差11岁 不过为了能够更融入角色中 两人从第一天见面 就互相称呼对方是妈妈跟儿子 就连李振和手机内存储的 韩孝舟联系信息写的也是妈妈 接下来是演员刘超龙 在第一次见剧中扮演自己妻子 和女儿的演员郭善英 高云真钱 还为了两人精挑细选了合适的花束 以及剧中赵映成和韩孝舟接吻的场面 则是参考了夏卡尔的画作获取灵感 是只漫画家江草从来都没有吃过 南山炸猪排全都列在榜上 虽然不知道这些TMI是否全都是事实 但网友们还是都看得很开心 网友也笑说 难怪公车出事这么多次 他也什么都没说 就是因为不能对哥哥说什么 车怠炫竟然是哥哥 什么 居然没吃过南山炸猪排 另补充一个TMI 眼强熏妈妈的演员是演员陈山贵的老婆 每一个TMI都太有趣了 然后在这部剧中 刚开始韩孝舟接演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 甚至打算拒绝参演了 此前韩孝舟在座谈会中 回想起自己出道时的状况 并表示 塑造一个角色的过程 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是越来越有趣了 韩孝舟说明 虽然我去读了戏剧电影课 但因为一考上就出道 所以并没有太多时间能够学习 所以对自己的演技没有足够的自信 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去冲撞 然后因此学到东西 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而来 感觉就像是以卵击石 接着韩孝舟也自报了当时自己的情况 因为戏演不好 所以每天都在哭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我真的演技很差 不过韩孝舟也提到了改变自己的契机 我在拍摄春日花儿兹时 金海叔老师在剧中试验我的妈妈 老师的演技真的非常好 韩孝舟接着说 所以我还曾问老师 我为什么演技会这么差 我真的好累 但是老师却对我说 我20到30年来积累的东西 你一次就想全部得到 当然是不行的 因此我就接受了那样的说法 韩孝舟进一步提到自己当时的想法 那时候真的很想把戏演好 但却演变成会害怕开车门后 要站在镜头前面这件事 完全失去了自我 听说那个就是镜头恐惧症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也像是抑郁症 不过韩孝舟下个作品却也改变了他 拍完第一部作品后 我对自己是不是能继续做这件事 正感到怀疑时 我遇上了一部叫做非常特别的客人 电影 那是一部非常低于算的独立电影 在准备那部电影的过程中 我学了很多 接近角色的方式也有所改变 也就是韩孝舟的努力和坚持 才有了如今事后的大赏 小赵偶逆继续走花路吧 那赵英诚呢 在韩国娱乐圈 花美男数不胜数 但赵英诚的帅却独有一份 他的外表优越到什么程度呢 从小就是明星级别人物 所在社区 无人不知 千户洞赵英诚 凭着出众的外在条件 他17岁就做模特出道 雕塑般精致的五官 修长的身材 仿佛上天将人类所有的优点 都集合到他身上 赵英诚的身高约187 腿长就大约有110 被称为行走的画报 如果只是美的单一 那经历了时间的打磨之后 必然变得乏味 而赵英诚的帅 极富层次感 第一眼看就会让人心动 第二眼则让人完全沦陷 这些变化都能够从他的作品中 慢慢品味出来 他可以是带着文事不公的邪气混混 也可以是打破男语言常规 敢于展示自己脆弱感的边缘人物 赵英诚身上呈现出的多层次的美 让大家认识了他 也成为了他的标签 但是当大家都还在垂涎他出众的外貌时 都忽视了他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演技派 从2000年出道 短短四年之内 赵英诚就出演了五部电视剧 两部电影 完全就是高产之王 在他高产的同时 更是成绩斐然 这四年内 赵英诚连续拿下了 韩国三大电视台的新人奖 成为了韩国当时最受注目的男员之一 而在他23岁这一年 赵英诚终于登顶 他凭借巴厘岛的故事 拿到了韩国电视剧最高级别 百想艺术大上的最佳男主角 成为韩国史上最年轻世帝 他在年少时因为初中的外貌 成为青春明星 拉开了花路虚目 但这之后的大方异彩 绝不只是单单颜值所带来的 他的成功是和角色的互相成就 离不开他自己在演艺世界上的努力 当大家以为在娱乐圈 颜值是硬通货 是天生的红利时 其实是对一个演员最大的误解 在韩国 电影演员的地位可以说是最顶级的 而赵英诚就是堂堂正正的 众无路演员 进入众无路演员名册 必须拿满韩国三大电影奖 青龙 大中和百想 而赵英诚就是其中之一 他虽然从情景喜剧出道 但从2003年就开始转型做电影演员 相继出演了 马德林 假如爱有天意等爱情电影 人们惊叹于他能将大一幕小音频都完美的消化 众所周知 电视剧对表演的细腻度 演员的外形都没有更苛刻的要求 所以会导致很多电视剧演员 一上大一幕就失去了光彩 但赵英诚不仅在外形上拥有先天优势 在演技上也能够切换自如 诠释各类型的角色 当观众们以为他只能凭借俊美的面孔 出演爱情类的影视作品 赵英诚就凭着过人的演技实力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在25岁的时候 赵英诚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在卑劣的街头中 饰演出身贫民窟的混混 赵英诚将这个混混演绎的不止留于表面 而是将本性善良的他 在裹挟着欲望 背叛 类意之恶中的挣扎 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部电影迄今为止 都被许多人视为是最经典的类型片之一 凭借着这部片子 赵英诚一举提名三大演技大奖 可以说韩国时尚寥寥无几 在韩国所有80号演员中 只有曹成佑 柳成范和刘亚人拿过影帝 而赵英诚是紧随其后 被提名影帝次数最多的 即使是作为形象光鲜的当红男演员 赵英诚仍旧十分大胆 敢于挑战自我 在当红时期 接拍了同性题材双花店 大制度裸体上阵 表演让他受到了许多非议 但面对外界的争议 赵英诚则认为 好演员应该有自己的信念感 在退伍后的几年时间里 他几乎每年出一部作品 而且不补出精品 口碑极高 比如那年冬天风在吹 没关系 是爱情啊 这些都让他再一次爆红 也让他再一次获得 百想是地的提名 不得不说 英诚欧巴 仅只是为演戏而生的